闹鬼很清新 我这样送早晚课 您不影响我生 不影响 因为有一些鬼神 与楞业发门 喜欢有缘的 他就来了 还有修净土的这些灵鬼 他也会来 那么他来就说明 你念的还不错 至少你有很诚心诚意去念 他们能得好处 既然他们来了 你要对他礼遇 在做早晚课之前 集结 请他们来 扩座完之后 送他们 请他们过归本位 就可以 下面一个问题 这是我的母亲是站着往生的 当时他老人家 没有往生 先是他的一个神石 自己到我家来找我 在他死后 还剩下一个神石 根本没走 留在他的肉体内 先到我家来的神石 经过我跟他开市 终于生西方了 而且品位是下瓶下身 剩下来的神石 两天之后才离开肉体 可是他老人家 这个神石 始终没往生 到处流浪 不知道他老人家 这个神石是什么缘分 我如何给他老做功德 最后最终 他老人家这个神石 会到哪里去 那么这个跟前面的问题一样 一切有群众生 你要记住 只有一个神石 那有两个神石道理 这个佛在大神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如果有两个神石的话 他你将来成佛 要成两尊佛了 那有这个道理 所以只有一个神石 如果遇到另外一个神石 就是佛在他身上 不是他的神石 那么非常可能 就是 这个佛在他身上的 这个人先走的时候 他是往生 隔了两天之后 才走的时候 这是他自己的神石 佛生 不能说 他的神石已经离开了 他还复生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要晓得 复生的这个神石 往生 他自己 没有往生 你应当 常常 这个最好是给他 供一个往生排位 早晚功课的时候 都给他回应 底下问题说 农村老师的文化水平太差 怎样才能提升老师的境界 搞好农村教育 这农村人很多用女性 神鬼来迷惑 无知 上当的农民 受害的人 众多 有的还 搬坐和尚 到处行骗 破坏佛法 造下了无边的罪业 怎样才能把佛法 传到农村 传播到学校 用佛法 教育学生 传到每个人心中 这个事情 现在在国内 国家的政策 教育跟宗教分得很清楚 学校不能有宗教合同 所以对于农村的老师 这个问题 你要向县里面的主管教育的单位 是教育局上 主管教育单位 要向他们澄清 这个农民 被这个 假和尚 欺骗的 这个要 找 县里面的 宗教局 跟县里面的 佛教协会 请他们去帮助 来解决 这就对了 底下第六个问题 最近十几年来 我遇到很多精神病患者 其中有一位17岁的男孩 他在开往沈阳的特快列车上 被冤亲债主扔到习俗行驶的列车下 铁路边的深沟里 当时火车上的门 和窗都是关着的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摔下去的 他被摔得不省人事 身体没有受伤 回家后 孩子不认识父母 家中的一切都非常陌生 一个月后 我和他的冤亲债主沟通 解冤 为他冤亲债主 放生做功德 得福利加持 之后孩子病好了 请问 门窗都关了 孩子是怎么出去的 这些鬼神用什么方法 把孩子弄到火车外面 这段事情 鬼神的空间 跟我们人的空间不一样 那么这个孩子 跟这个鬼神 决定是有关系 前世有关系 很多人都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人归咋去 人跟鬼可以同住在这一栋房子里头 但是固有固有门户 我们人 不知道鬼的这个门户 鬼也不知道人的门户 过人走过人 而且怎么样 过人古不相妨 不相妨碍 那么佛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这些物质 都不是真的 凡所有象 皆是虚妨 所以在不同的空间当中 它会起不同的作用 孩子 孩子门窗没有开 他能够出得来 这个有一个例子 例子很多 我给你讲一个原因 这个不是太原的事情 好像是在抗战期间 他把他这个事情写在 原则经讲义里面 他是偶然有一天 在疗房里面打坐 豁然想到一段事情 急着要去办 他就下了座位 就走出来了 走出来之后 他忽然想到 我的房门是关的 我好像没有开门 我怎么出来了 回头一看 他门真的是关的 证明 佛给我们讲的 这个物质不是真的 这个墙门不是真的 当你在意念不生的时候 没有妄论的时候 他就可以痛苦 为什么会挡住你呢 因为你起了这个念头 你有这个念头